好爱好爱 球包史上最大救恩 小猫车竟然还是最强壮 最聪明最貌美的小猫 去执行特殊任务 渡选者将会获得英雄纯号 没兴趣 爸爸我可是行月头 这都打不过 英雄纯号是什么 好吃吗 别烦我 我在想着诗和远方 来吧 不要约我入学 听说要收拾好几个月 补助消息 入选者还将获得 终身无限量 盆盆满福利 快学我 我们宝宝可是想多 谁都想不管 妈妈你去哪 儿子等着妈妈去给你赚奶粉钱 一天入选 要不人们会说 你看这只熊除了美貌外 一无是处 太没够 太没够了 太没够了 是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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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都放出去了 而且他那个带窄这些也挺好的 现在身体状况也不错 我觉得这个曹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很赞同黄总的这个意见 我们放出是陶桃和华娇都是他带大的 陶桃和华娇签得在以外 弄得也很好 这个事就由黄总你来签头 其他部分配合 把这个事做好 就丁了 一定曹操了 好吗 好好 这一只获得专家一致认可的大熊猫叫曹操 2002年从野外救回 今年已经14岁了 它还有一个响当当的荣誉称号 英雄妈妈 陶桃和华娇是曹操的两个孩子 它们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野放 现在陶桃和华娇都适应了野外的生活 陶桃甚至成功地拥有了自己的领地 两只熊猫宝贝的成功野放 奠定了曹操英雄妈妈的地位 今年 曹操将再次接受一项特殊的使命 参与全球首次成体磁性大熊猫的野外借种研究 熊猫人都在为了这次研究筹备着 作为实习饲养员的我们也有幸加入其中 这就是熊猫积屋 还挺古香古色的那种 教官谢浩带着陈祥和爷爷 来到核桃平野化培训基地 草草就住在这里 你看 爷爷这里有个小熊猫 好 好 待会儿看吧 我们先往前走 这是个什么 哦 狗熊啊 你好 待会儿看吧 我们先往前走 先往前走 这是我的学员 这是陈祥 你好 你好 这是陈祥的爷爷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的饲养员 哦 河胜山 是你在喂草草 对对对 明天是放草草 计划是明天这个体检 就是放确定是草草 对对对 确定是草草 确定是草草 哦 因为以前我们放的都是小的 幼崽 现在把它放出去 我觉得有点让我觉得有点惊讶 待会儿我们去看一下 这顿喂了没有 现在第一顿喂了吗 第一顿 这顿没有喂了 要不这顿我来喂 那我先去捡一点竹子 到时候你们跟我去到 可能要穿伪装服 那就换衣服吧 我们为什么要穿成这样的衣服 熊猫伪装服 穿成这样的话 切断熊猫幼崽 和饲养人之间的一个联系 不让它对我们有依赖 让它从小就生活在一个 野外的环境里 周围是熊猫的这样环境 竹子放下把头套带 我先踩一下 看它往左边向下 那是啥带的 炸子 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 我们先去外面等下 等什么 等它回来 现在在上面 平日里一直喂养草草的 饲养员何盛山 也没能将它换下来 看来草草一时半会儿 是不会下来了 那只熊猫是你养了多久 最近在一个多月吧 嗯 其实之前的话 其实我们有很多饲养人都演的 还有一笔 比如说像 你们的谢教官 我之前就演的 你也演过 那这是你的孩子了 我跟他之间有故事 有联系 有感情 谢浩曾饲养过草草和他的孩子 对母子俩有着深厚的感情 提起草草 有太多的画面和故事 在脑海中重现 也可惜今天没看到草草的样子 等一会儿再看 他刚抢救回来的时候 脸是扁的 他的脸有点扁 然后这个又很方 所以很容易辨认 那为什么不把它叫方方的 把它叫草草的 他是从草坡抢救回来的 就只能根据他 抢救那个地方的名字来命名 如果你叫泼泼不太好听 那叫草草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故事 有故事 我在这里 一零年开始养他 然后有四只配了种的母熊猫 回到这个基地 那一年只有草草生了在 二零一零年 卧龙第二期大熊猫野化培训项目启动 草草回到了卧龙 成为了核桃坪基地里唯一的准妈妈 所有科研人员的希望 全部都寄托在了草草身上 谢浩也对草草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汲取大熊猫想野放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这次的野化培训 需要尽量减少人为辅助 饲养员们不能为草草接生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号 草草在眷社的角落里产载 这是五一二地震两年后 在卧龙诞生的第一只大熊猫宝宝 生的那天还是很奇怪 那天晚上生的嘛 当时我是拿着相机 我需要拍照 出来的那个熊猫的颜色 就是发紫 发紫的意思就是缺氧 缺氧 后来照片都能看出来嘛 那个紫色的 很紫色 我都没见过那么紫 然后我看了一眼 我旁边那个饲养员 他的紧张到没有话讲 我们都没有讲话 当时整个气氛都比较凝固 他还没有睁开眼睛 在妈妈的怀里蠕动着 小家伙儿 小家伙儿足足二百零五克 属于熊猫新生儿里的健壮者 兽医小心翼翼地为他捡去疾带 他扭动着身体 展示着他洪亮的嗓音 和旺盛的生命力 大家伙儿给小家伙儿取名为 桃桃 出生的就不一样 所以也许就注定了 这个出生的熊猫就是桃桃 他的命运就不一样 桃桃非凡地出生 注定了他将有一段 非凡的命运 桃桃成为全球首支 在野化培训基地诞生 并且顺利放规地打熊猫 桃桃所有的生存本领 全都是妈妈草草一手教会的 我们就觉得他平时很温顺 这个熊猫好像也没有什么 大的动作之类的 他是不是在带宰方面 可能不行 我们曾经怀疑 但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饲养员就发现 一个果子梨在圈里面 果子梨属于食肉木 林猫科 他们灵敏狡猾 周伏夜出 时常向猎物发起群体攻击 晚上红外监控嘛 桃桃在这个地方 草草在这个地方 整个是个坡嘛 果子梨从下面上来 跟果子梨比起来 两个月大的桃桃 随时有可能被他一口叼走 果子梨一步步朝桃桃靠近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草草猛然起身朝果子梨扑去 谁也没有料到 他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护载能力 这应该就是 妈妈保护孩子的本能吧 熊猫人担心年幼的桃桃感冒 悄悄地把桃桃挪进树洞里 想让母子俩在树洞里安家 找不到孩子的草草很着急 他围着树洞找了很久 还没睁开眼睛的桃桃也在呼唤着妈妈 草草终于找到了树洞口 在发现桃桃的那一刻 他竟然吓了一大跳 他轻柔地秀探着 将桃桃叼出树洞 转移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去喂奶 草草悠闲地啃食着竹子 桃桃也在慵懒的阳光下喝着奶 这是母子俩最惬意的时光 桃桃在妈妈的带领下第一次爬坡 她有些害怕和吃力 妈妈妈妈妈等等我 妈妈妈妈妈等等我 草草走在前面鼓励她跟上 刚刚学会走路的桃桃很调皮 她想到树上去看看远处的风景 草草就紧紧地跟在身后保护她 桃桃努力地往树上爬呀爬 越爬越高 真好玩 我还要往上爬 妈妈草草还是不放心的 咬住桃桃的尾巴使劲往下拽 等一下 差一点点就爬上去了 2011年2月3号 这一天是大年初一 桃桃正好半岁了 两个熊猫人给桃桃做体检 她们将桃桃抱在怀里 桃桃居然害羞起来 用两只钱爪蒙住眼睛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好意思呢 桃桃的牙齿发育得很好 相比同龄的圈养大熊猫 桃桃更健壮 没多久 草草和桃桃搬家了 她们结束了一期的培训 转入了四万多平米的野花二期培训圈 桃桃乖乖地戴在熊猫人转运的杯楼里 桃桃被放进了新家 她懵懵懂懂地回头看了看熊猫人 然后撒花地爬到了树上 到了新家的草草相比之下比较谨慎 她需要一些时间来确认 这里对她和孩子到底是不是真的安全 可是不到一个月 这里遭遇暴雪灾害 电力 通讯和监控中断 厚厚的大雪覆盖了所有的食物 熊猫人很担心母子俩 在雪地里找了很久 才在二十多米高的野核桃树上 发现了桃桃 放心吧 我不饿了 她已经学会了抵御严寒 饿了还知道在雪地里逃吃的 九个月大的桃桃跟着妈妈 学会啃食一些嫩竹子 还学会了寻找水源 如果发现了不熟悉的气味和声音 桃桃会迅速躲到树上 妈妈说树上的是最安抢的 曹操开始教桃桃学习更多的本领 比如打架 曹操开始教桃桃 学习更多的本领 比如打架 转眼间 桃桃两岁了 她熟练的在竹林里找到了竹笋 还知道分给妈妈吃 桃桃真是个孝顺的乖孩子 桃桃长大了 桃桃心里清楚 离别的日子也快到了 虽然有时候桃桃还是喜欢跟在草草身后 当一个根屁虫 不过大自然的奇幻力量 也在召唤着桃桃去发现 去探索 桃桃漫步在经常玩耍的小路上 啃食着故乡鲜嫩的竹叶 仿佛是在跟他们一一道别 2012年10月11日 桃桃在十年县粒子平自然保护区 顺利犯规大自然 她越过小溪 静止走进了密不透风的竹林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开始独自闯荡天涯 2013年 科研人员成功对桃桃进行了回捕检查 他们惊喜地发现 三岁的桃桃不仅完全适应了野外生存环境 还打下了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 桃桃的成功犯规 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引以为豪的壮举 草草更是在大熊猫圈里 编定了英雄妈妈的江湖地位 一年后 草草为桃桃生下了妹妹 雌性大熊猫华娇 在虎妈草草的严格管教下 2015年11月19日 华娇在栗子坪自然保护区 顺利放归 草草再度续写了英雄妈妈的传奇 准备 Robert Перman 这是家外国 他二个宅出去了 现在又能到他了 今天要把草草放了 你会心里难过吗 你会有一点舍不得 我觉得草草还是 给我感觉很不容易 陈翔对草草的未来 还有很多疑问 他不清楚野外这种研究 对草草意味着什么 草草这个母兽放到野外去 让它跟野生的大熊猫 进行一个交配 进行一个繁殖 就是让它的血缘 能够更好的 通过在野外 营种 借种 对 跟野生大熊猫交配 然后生出来的 就是野生小熊猫 对 此刻 谢浩最关心的是 怎么能给草草喂食 他想多为自己争取一些 陪伴草草的时间 现在还没过来 我们外面 偷竹子吧 我今天见不到了 是吧 现在见不到了 爷爷递个春香 对 再给我一些 来吧 我就不用地了 行 我就跑了 拿回去吧 走 此刻 江帅和我也出发了 在熊猫的故乡卧龙 有着最为神秘和危险的 大熊猫原始棲息地 和生态保护区 听说在那儿 驻扎着一只 默默无闻的队友 我们要前往 大熊猫的栖息地 邓声沟 跟战士们一块去寻山 这里也是草草参与 野外这种研究的适应地 我们要提前为草草 排出一些障碍和危险 你自己代行 一 clues 我们就什么 他们在干嘛呢这是 男人的群急 男人的aram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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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卧龙森林武警中队吗 对对对 您贵姓 我姓刘 刘略 指导员 刘略 刘略 今天我们有一个路线的安全排查 我不知道是不是找您 对 完了我们这会儿也是 正好也接到这个任务 就马上就要去了 接着 下去看 上去看 上去 今天上午接到这个任务 就是为明天大熊猫草草 清理障碍 在行进的过程中 希望大家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来注意好自身的安全 第二个 认真 仔细一点 排除一些障碍物 为我们这个国宝大熊猫 生存环境 提供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保障 跟我们一起到邓声沟寻山的这支队伍 叫武警阿爸森林支队 过龙中队 在战士们的守护下 这里一直保持着原始森林的自然风貌 大伙说他们是熊猫卫士 是下过雨所以这么滑吗 还是平时都这样 平时都没有潮 小心一点 天呐这块太可怕了 这就不是泥 这是那种特别滑的石头 青苔 它现在有这个青苔的话 说明它这片这个生态拿得挺平衡的 其实这就是陈原生态的雨林了 小姨口啊 磕磕了 这一次我们是来给草草探路的 可是也真的是同一次走这么不好走的路 你完全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 所以也不知道此刻的闪电 会不会担心我们呢 小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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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啥隐患了 走吧 往前走 大家小心点啊 发现火堆后 刘志导跟战士们脸色都变了 他们非常清楚 在原始森林里留下火种 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我们发现的那个火堆 虽然是熄灭的 但也提示着我们赶紧往前走 去排查更多的安全隐患 一会儿啊 我们就分成两种 因为因为咱们群里的区域还比较大 两个小时以后吧 大家看着时间 咱们还是在这个地方集合 行 到时候大家看的时候都仔细一点 好好好 认真找啊 能钻过去吗 这是好走的吗 应该要算是好走的 相对好走的是吗 今天天气还没下雨 好一些 你们每个月都要这样来一趟 可真是不容易 很好 这也太陡了吧 天哪 寻山是你要走没有人走过的路 因为野生动物会本能地避开人会走的路 所以那些地方是没有路的 那林子是长成这样的 这样的 然后你要用手把林子拨开一点点 然后挤进去 但又不能破坏生态 所以那些战士们走我前面 就是一手这边扒着那个竹子 或者是乱枝 然后我才能通过 慢点 慢点 我踩到了木头上 那你当兵几年了 五年了 还有两三个月就退回 你想过当这儿的兵这么苦吗 照顾我的那个小战士是94年的 他就是说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真的是无法想象他这五年的时间里面 每天在这个山里还要走不同的路 去找那些可能会伤害到动物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非常伟大 往前走走 往前走走 哇 会合了是吗 今天这会儿咱们还是有收获 有收获 现在咱们就是往回走 好 那走吧 这一路虽然很惊险 但是巡查后的这片森林是安全的 想到明天草草 就能安心地在这片森林里生活了 江帅和我 刘志导 还有那一群战士们的内心 都非常的踏实 进山了 大王叫我来巡山 大王叫你来巡山 每次来地方都得唱这首歌 其实在登山沟的还不止我们这一组 滕海滨张南和他们的教官张亚辉也在 他们要在森林里为草草找到合适的道路 去往正确的方向 我们去准备一些我们跟做篱笆所需要的材料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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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到处找一下 哎呦 妈呦 我就先放那边上来 手洗刀路 这一根就是你了 要给草草铺开一条回家的路 需要搭起一道天然屏障 将人和大熊猫隔开 这次真的不容易 看来冠军夫妇要使出洪荒之力了 差不多了 我天 我们拿个木头去现在开始打桩 你先给我们示范一下 来吧 开具 将木头的一端削尖 让它能稳稳地扎进地表 然后用竹子的枝条将木桩围成栅栏 这样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竹篱吧 草草要回到大自然的消息 在熊猫村里传开了 大家都很关心草草 熊孩子们也来鼓劲打气了 要吧 那么加油啊 回家路对草草阿姨特别重要 它能保护你们 也能指引草草阿姨回家 因为在草草的路上 找到很难适的位置 暗装有过相机哦 它将记录下草草阿姨 回到那次粮的神像时刻 诶 这儿可以 我们在这儿按一个吧 可以 好 走吧 三公回家 希望明天猫猫能顺利地回家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值得的难 草草还是没有从山上下来 谢浩带着陈祥和爷爷 来到了核桃瓶基地的熊猫医院 明天 草草将在这里 进行野外进入研究前的体检 走 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核桃瓶基地的周教授 我做检查一下 明天体检的这些东西 这个它有这个气 这里面有麻醉药皮 这是氧气啊 因为它这么大年龄 然后放出去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因为它本来就有野外生存经验 它培训着它的宅子 也在野外能够生产好说明 它自身的生产能力非常强 为了消除谢教官的不适合担忧 周教授拿出了核桃瓶基地 最珍贵的东西 这是桃桃和华椒 野方前留下的掌印 野方的大熊猫一旦放归到大自然 就不会再回到野化培训基地了 这也是桃桃和华椒 留给熊猫人的最后的礼物 那好 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随时联系我们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再见 你们等我五分钟 好不好 我马上回来 明天体检呢 我不一定能够在体检之前看到它 所以有可能等我看到它 它已经躺在体检台上 已经进入一个麻醉的状态 它可能已经看不到我 所以今天我最后还是去看一下它 整宿 决定 华椒 совершенно 对 你 它已经说 没想到 它的 是 你看 全体检台 其他的 很多 我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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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有反感我的声音 也没有反感我的出现 我觉得她还是很亲切 很安详地坐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起 我跟她之间的那些事情 多少 我再给曹操托付几句 你不要吵 把持安静 你的娃都出去了 你应该没问题吧 我说你的孩子都出去了 喂 你应该没问题吧 你都是野外的 你遇到问题你也没办法告诉我 遇到问题还是躲避着好 不要硬上 有些东西你打不过的 没办法就发射 三十六级走为上进 保护好自己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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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跟你多呆了 我还有事要找 咱们明天见 走咯 明天见 我明天反而个地方再见 拜拜 起码出 好可爱 大家可以笑死了 进点 进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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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这只熊猫 等一下在下头上 我看看他是谁 顏色 图底 我也带OY 咱们 惊讀 惊讬 比如唐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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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起碰到 差點 起碰到 這個好了 把控制都放進來 我什么也看不见啊,李豪 你表现特别好 鼓励一下他们跳熊猫的童子啊 好棒 好棒 同时呢 因为 恒沃江今天也要面临退伍了 这个是 中队战士 给你的一份礼物你看一下 谢谢主任 哇 谢谢 这个是大家给他写的话是吗 对 小河我能看一眼吗 可以 我特别感动的是就是今天我们一块去那个山上做安全检查嘛 然后我就听到小河说他是来不对已经五年的时间了 我明白退伍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也明白你的舍不得是什么 因为那个山 然后熊猫真的太值得守候他一辈子 我先来给你念第一篇 他的标题叫祝福班长 我的班长他叫何茂江 今年十二月份 马上就面临退伍 我是他最后带的一批兵 我非常感谢班长这一年来 对我的帮助和照顾 是班长教会了我 跑步拼命跑 器械使劲拉 是他教会了我们 如何做好一个真正的好兵 班长对我们的严格是出了名的 我会永远记住班长的教会 认真的做一个好兵 我觉得战士们之间的感情 是那种很单纯的很纯粹的 而且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 建立的情同手足的感情 我去他们的帐篷了 就是每一个床可能就只有这么宽 然后中间是没有缝的 可能真是睡在一起的兄弟 而且他们要一起上山 就在环境很恶劣的情况下 一起生活 陈阿拉萨全部在一块 就是情同手足 最后说一句 感谢你班长 傅润田 你看 讲这段的时候开始下雨 在留你呢 群山的工作 并非像征战沙场那么惊心动魄 甚至都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一批批战士退伍了 一批批新的战士又加入进来 他们始终坚守着一件事 就是保护大熊猫和大熊猫的家园 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 天亮了 今天可是重大雨 只大家都不许来床哦 草草阿姨是我的榜样 我也要向草草哥哥和华娇姐姐学习 这么重要的日子可不可以选到她的出现 露露 你说的她是谁啊 还有我说吗 你们可尔泰已经来了 今天你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王院长和李兽医 一起麻醉熊猫 因为我们熊猫是猛兽 在这个麻醉过程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 因为草草具有野性 出去之前需要在她麻醉状态下进行全面体检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草草 早啊 草草 草草原来就是野生型吗 对 我们救护回来的 是吧 这样的引诱她一下 马上马上 是要引诱她干什么 让她躺着 让她接受我们打针 她是平常 就有这种训练吗 对 就是叫她趴下是吧 对 就是方便我们对她进行医学检查 怎么办 等一会儿 好聪明 好聪明 天哪 好紧张 她有的是猫 可能反应刺断一点 有的是猫 反应呢 应该有些 超上 超上 乖 来 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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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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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有 operates萩辉炉来没有爽和太小臉了来看来你要頂多好的就是摸跌 pyramidal 那个给药 然后就是让它减少一些 副反应的一个发生 所以现在还得再来一次 大熊猫的每一次用药都十分严谨 麻醉剂需要按照相当精确的比例 给草草注射 它警惕性很高 这也加大了麻醉的难度 你会紧张吗 还好 来 头到 来 拿下 来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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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草 你就要回到大自然当中了 多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大家都在盼望着你回到大自然里边了 多幸福啊 我是吧 好 我们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录着他每一个时刻的行为反应 可以了可以了成功了 麻醉的药效只能维持一小时左右 为了防止光线直射 对草草的眼睛造成伤害 受医用布蒙住了他的眼睛 快速将他送往熊猫医院 谢昊为了多陪陪草草 他和陈湘爷爷早早就等在了熊猫医院的门口 他们要协助王院长进行草草放规前的体检 做好记录 好 先指我一个行为 多少 三个零 零零零 六七六 六七 六七六 六七六 第一岁而起 第一岁而起是吧 嗯 这血纹还挺粗的啊 我们的工作的要求 你不能近距离和他接触 那现在他躺在手术台上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通过检查 来接触到他的身体 那你能感触到他的体温 他的呼吸 你就觉得他就是自己的人 和自己是非常 一样的 他们不太细勇 就觉得他就变成了 那你能够走 一样的 他就像我一样 那你去的 那我在这一样 你能够走 这一样 不过 这一样 我应该给你 完成了 任何于我 我 或者我 请你 请你 哇 啊 一定要 把那个 章利留下来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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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的脚印被放在了她的孩子 淘淘滑娇的掌印旁边 形成了一张奇妙的全家福 所有人都希望曹操能平安健康地归来 谢教官 真相和爷爷 完成了协助体检的工作 接下来他们即将赶往邓声钩 我来吧 小明哥也想多为曹操做点什么 他和工人一起为曹操制作运输笼 因为要送大熊猫回大自然了 就让它看着很舒服 就是给它最后的嫁妆 哦 最后的嫁妆 可以了 做完笼舍的小明哥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熊猫医院 他将亲手为曹操带上乡圈 小明 这就是我们要给曹操带的项圈 这是一个GPS的项圈 明白明白 你这样的话就放进去 好 这个是在下面还是在上面 对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会不会有点紧 可以再稍微紧一点点 嗯 你们手感一下 感觉一下 可以 好 把它拧紧 来 这样 我看能不能动转一下 能不能动 可以 可以 好 起来 王院长需要在曹操麻醉的状态下 将他装入龙舍 静静地等待着他的苏醒 行 小心 好 好 防 防 防 慢慢防 清清防 清清防 好 清清防 好 现在我们大部分测 先测 这个应用意让他安静一下 你这眼睛开始有反应了 这一道啊 小心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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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醒了 哎呀呀呀 我没想过起来了 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脚 还不是很灵活 哎 太高了 准备 把他抬到 放到那个东西 打卷里面去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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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今天这里面一下就阳光明媚了 好 好 行吗 小心点了 你们可以吗 可以 走 好 来 小心 慢点 小心 一定要小心 这个地方 下面我们的 哇塞 要注意 不行就放下 稍微一些 但是手上别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好 慢慢的 慢慢的 伸住 伸住 好 脚 注意脚 慢点 好好好 小心 停停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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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石头有点虚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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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1 2 3 靠里面的 杨凯 靠里面 好 往里面走 往里面走 在下面给他推着点 推着呢 推着呢 没事没事 小心点 走 好 这个不管他了 这个不管他了 这个应该有问题 他这个下面 只要不露空就可以 不要 不要 好 这几步台阶 大家小心点 走 在小明哥和武警战士的护送下 完全苏醒后的草草 安全抵达了动生沟 哇 来了来了 来过来了 好嘞 来来过来 这个头 好 那边的朝前 大家注意 走 走 对对对 好 小心 好 好好 好好 好 好 老公你看谢教官 草草的谢爸爸 心情很复杂 今天大家完成的任务 完成得非常好 我们的熊猫也很顺利 他现在已经醒了 这现场也布置得不错 他们布置的 我们的熊猫 辛苦了 辛苦了 大家都辛苦了 说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 现在我们就做好准备了 下一步我们就准备放熊猫了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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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起吧 这就要告别了 曹操 来 一 二 走 拜拜 曹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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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犹豫头也不回 拜拜 曹操 英雄妈妈曹操 或许并不知道 自己要面临什么 她从来没有怯懦和抗拒 她的每一步 都如此从容 自信 笃定 这注定是一段奇妙的 不凡之路 不凡之路 其实你如果 你不让她出去的话 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知道她的能力有多强 所以我觉得还是往好的方面看吧 我希望她能够继续给我们惊喜 把你收回来 那才是最大的成功 那才是最大的成功 就这样 拜拜 从野外救回到今天肩负起新的责任 曹操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竹林深处 她仿佛 她仿佛很明白熊猫人的用心良苦 也很明白自己的使命 去繁补买 去壮大熊猫种群吧 熊猫妈妈曹操 请你一定平安归来 为了大熊猫种群 在八百万年之后 还能得以壮大和延续 英雄妈妈曹操 就要开启一段充满未知 遍布荆棘的旅途 那些藏在熊猫伪装府里的饲养员 早已习惯埋土苦干 他们从不将自己 与英雄画上等号 直到有一天往事重提 他们才会忆起那些 被自己感动的日子 将布什化作虔诚的祝福 静待归来的假音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曹操 你现在还好吗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 对曹操的关心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曹操已经顺利地完成了 第一阶段的野外借种研究 回到黑头冰野花培行基地了 现在它的身体状况 体质都非常的好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第二阶段的研究 我们会把曹操在发行器之前 放到野外进行借种实验 我们会密切地监测曹操的安全 也希望大家都能给曹操加油 祝福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